从宏观经济谈到股票金融市场 欢迎大家来到话书的频道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腾讯 3月23日港股盘后 腾讯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 及全年业绩报告 财报显示 腾讯第四季度营收为1441.9亿元 同比增长8% 增速继续承压 2021年全年腾讯总营收 达5601.2亿元 同比增长16% 扣除包括处置京东股份收益 782亿元在内的投资等因素 净利润为1237.9亿元 同比上涨仅有1% 是近十年来增幅最低的一年 2020年这个数字是30% 照此计算 腾讯在过去一年里 依旧日赚近3.4亿元 不过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 其营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第四季度 来自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板块的营收 首次超过游戏板块 另一方面 尽管腾讯在投资方面 仍旧坚持打造生态的推进思路 坚持投资发展期的成长型企业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 腾讯不再执着于消费互联网 而是逐步加大了对硬科技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关注力度 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监管收紧 流量见顶的背景下 互联网公司告别高速增长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和共识 而腾讯也在缓慢变身 如其所言 积极适应新环境 降本增效 聚焦重点战略领域 争取长期可持续增长 腾讯营收的方向变了 整体来看 腾讯的游戏板块不复当年风光 2021年第一季度尚保持了17%的营收同比增速 随后一路走低 受季节性变动影响 到第四季度已下降至9% 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 2016年之前 游戏板块堪称腾讯营收的重要支撑 占据了腾讯营收50%以上的比重 随后的五年中 游戏板块的营收占比分别为47% 41% 41% 30%和32% 到2021年 则降至31% 此消比涨 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板块 成为腾讯第四季度财报的新变化之一 实现营收479.6亿元 同比增长25% 值得一提的是 其在总营收中占比提升至33% 首次超过游戏板块 一方面来自商业支付金额的增加 另一方面 则与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互联网行业的视频化趋势息息相关 已知的是 随着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的持续推进 微信生态将吸引 越来越多的商家和合作伙伴加入其中 这也意味着腾讯金融科技业务将迎来利好 此外 据财报披露 在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 腾讯云已联合超过9000家合作伙伴 在30个行业推出了400多个联合解决方案 并参与东数稀算的数据中心建设 当下脱须向时日益演变为互联网公司战略转型的共同选择 三年花了1200亿 利润薄了 腾讯第四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一个重要原因是投入的加大 这和之前坐拥流量红利躺转的局面全然不同 在864亿元的营收成本中 增值服务 网络广告 金融与企业服务 三大板块的同比增长 分别为13% 7% 27% 最大的成本增加 正是对于云计算人才和运营部署的投入 需要注意的是 金融与企业服务板块成本 在对应营收中占比为73% 相对较高 也就是说 当其在总营收中占比逐步提升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 拉低腾讯的整体利润水平 但对腾讯而言 它必须直面作为互联网巨头的经营困难 改变自己的营收方向 腾讯本季度研发开支为140.2亿元 高于前三季度 其2021年全年研发开支为 518.8亿元 同比增长33% 较2018年实现翻番 过去三年间 腾讯研发开支累计超过1200亿元 不仅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 腾讯研发队伍逐渐壮大 人员数量同比增长41% 新增研发项目于6000个 增量同比上一年提振51% 基于对战略业务和科技创新的投入 腾讯自研生态日渐完善 目前已构建起包括星星海服务器自研芯片 分布式云操作系统熬持100G云服务器等在内的自研体系 并先后建立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 5G 边缘计算等前沿科技实验室 当然 相对于行业内其他玩家来说 这一切都还只能说是还在起步阶段 最后可以看到腾讯有持续减少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 进而加大寻找新的投资标的 帮助其实现发展目标 话书认为腾讯此举在当时为积极响应监管 破除此前以资本实力结盟的局面 转而将更多资本力量投入到创新业态中 伴随着腾讯与京东的分手 昔日拉帮结派的互联网江湖退出历史舞台 巨头们告别了盲目扩张的时代 不再以四面出击的方式稍前换增长 对于腾讯而言 他正在主动找新的方向 但显然困难依旧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点赞和订阅 下期再会